台湾美食究竟有多夯 光是去年来台的观光客就高达731万人次 有不少就是为了台湾美食而来 其中台湾的水果更是受到国外旅客喜爱 那么每年的6月是台湾国际专业展会最密集的时候 外贸协会也看中这波商机 举办第二届的台湾美食业 预计吸引10万人潮 翻转箱间鸭牌 主厨选用宜兰饲养的鸭 肉质鲜嫩略带油脂的特性 成为料理的首选食材 就连配菜也是台湾的在地水果 台湾中部的话本身出产的一个牛番茄 它的一个不管色泽 还有它的饱满度也是在优于在国际性 享有水果王国美名的台湾 地理位置的优势 一年四季都盛产水果 其中最受国外旅客喜爱的水果 第一名是芒果 其次是凤梨 酸酸甜甜的草莓排名第三 第四是香蕉 西瓜则是排名第五 特别喜欢凤梨 我都有去过其他的国家 我都觉得台湾的真的非常好吃 光是去年来台的观光客 就高达731万人次 年成长率超过两成 大多的观光客 都是为了台湾的美食而来 加上每年的六月 是台湾国际专业展会最密集的时候 吸引许多海外人士参访 像是即将开跑的台北国际电脑展 参观人次就上看三万元 如果再加上其他的展览会 我们觉得整个来自于海外 为了我们这些展览会的 那么将近四到五万人海外来的 如果再加上国内从其他县市来的 我想整个参观人数会高达十万人以上 连续举办第二届的台湾美食院 今年特别推出台湾美食结合在地水果 展现台湾美食的丰富多元 在台湾推展产业国际化的同时 让国外宾客也能品尝台湾道地的水果美传 新唐人雅特电视卢天长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